国民党九合一大选 胜选的功劳没有他 现在韩国瑜声势下滑 却要他来扛责任 吴敦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咱们说的 悠公无修 打破爱贝 我明佑斯说给你听 欢迎锁定这礼拜的 明明游离 欢迎收看这周最新的 品观点民调大解析 我是邱明玉 我是张明佑 我们是明明游离 来看最新的民调显示 如果是韩蔡蓝绿PK对决的话 蔡英文还是以40.6 没有赢过韩国瑜的26.9 然后他们两个的差距 已经是13.7 这个已经是蔡英文连续三周 这个民调已经拉大到 10个百分点以上了 三个礼拜 不简单 而且蔡英文看起来 现在已经 所以对韩国瑜或对国民党来讲 确实是一大危机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民调 如果是吕秀莲跟王金平 这第三势力如果加入战局的话 这民调显示呢 蔡英文还是以38.7 赢过韩国瑜的25.3 另外吕秀莲的支持度只有2.7 王金平也只有4%而已 蔡英文跟韩国瑜的差距 还是差到了13.4个百分点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啊 最近副手虽然还没有出来 但是所有隐形的副手 都已经浮上台面了 那目前蔡蓝配是以41.5% 也赢过了韩竹配的30.4% 两个人的差距也是有10.1个百分点 所以真的是国民党要加加油了 那我最近常常坐计程车啦 或是有跟一些蓝营的 这个支持者聊天喔 他们当然是对韩国瑜的这个选情 很忧心 可是他们会把这笔账啊 算在吴敦义身上耶 为什么 因为吴敦义喔 其实我也刚才很可怜 我们南岛的兄弟 真的喔 这我要替他叫蛆啊 也是有关系喔 对… 硬要扯一下嘛 吴敦义呢 你看他2018的九合一大学 对 诶 势如破竹啊 你看22个县市 他们拿了15型 诶 有19个 议长耶 议长那是多不简单的事情啊 是非常不简单 可是奇怪的是什么 这笔好像功劳也没记在他身上 啊 对耶 对 那时候我记得 有一个陈菊的 大母帝的事件 哦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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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诶 结果连韩国瑜都给他切割 对 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有影响到韩国瑜的选情 没错 韩国瑜吓死了 没错 他就说我宁可要干干净净的输 我也不要安桑的赢 哇 话讲得超重的 跟吴敦义马上就切割 而且你看吴敦义在操盘之下 他大家都说韩国瑜是一人就全党 真的 这不是他很倒霉吗 明明是他的功劳 明明是吴敦义 对不对 福宣有功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 对 这就是我们台湾国的你说的 油公没收 打破爱贝 对啊 现在韩国瑜声势下滑 好像也要叫吴敦义 来做这个替罪羔羊 没错 不过你讲那么多 那跟吴敦义的私心 还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他永远在找寻那万分之一的机会 话说他都一直想选中文 这我们大家众所皆知嘛 这倒是真的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也传出 他的贵妇团私下就在讲 我们公子有红帝名哦 就是因为他们到台中去找一个 林郑夫算命师 是 听说非常有名 是 我是没去算过的 好 然后就帮他算出来说 林公子有红帝名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夫妻 对于能不能升任总统之间 一直在努力这 那你讲这么多 我还是看不出来 为什么吴敦义会私心自幼 会害得韩国瑜选情崩盘呢 其实你注意看的时候 你看他当时立拱韩国瑜 是 然后要卡谁 卡谁 朱立伦 对哦 朱立伦他过去历练非常好嘛 可是大家都觉得奇怪说 为什么吴敦义会竟然派出韩国瑜出来 其实说来可怜啦 韩国瑜卡了朱立伦 对 然后郭台敏呢 后来也被立拱出来 原本好像是要去卡韩国瑜一样 难怪李嘉芬会说 在背后被人家开枪的感觉 真的就不好 对 所以人家就说这句话 其实是在讲 吴敦义啦 突然间又传出希望来的吴国瑜 对啊 这个吴国瑜就退 就破局了啊 那个千算万算没想到就破局了 这个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上个礼拜 吴敦义被媒体问到吴国瑜破局的时候 哇 很少在媒体动怒的吴敦义 突然生气气耶 就突然问说你们在干什么 就很凶这样 那就我的了解 其实有一个内幕啦 大家不是知道吗 在之前呢 国民党有一个人事的变动 就是他们的主发会主委李哲华 被挣钱换将 对 被调到智库去了 那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郭台铭退党的时候 李哲华就有很生气的说 我们国民党不是菜市场啦 那你说来就来 说丑就丑 外界有传说 李哲华为什么下台 就是要 国民党吴敦义 想要跟郭台铭 啊 就sorry sorry啦 就把李哲华拿去祭旗 希望可以换到这个 吴敦义跟郭台铭的会面 结果没想到李哲华被祭旗了 两个人还是会不到面 被破局了 所以吴敦义就有感觉说 原来自己被刷了 所以才会这么的神奇奇 可是这个讲难听一点 吴敦义也知道啦 他这个国民党最大的金主呢 这个金主怎么可以让他跑掉了呢 所以呢很清楚啦 无论如何呢 他只要争取到不分区第一名 后面有金主对他绝对是加分的 对 吴敦义虽然做不成总统 至少在党内还是有他的地位存在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韩国瑜的民调落分的分红 可是你看加分姐来的时候 李前董说什么 说什么 他们要大赢30万票 在新北市是不是 对 在新北市要大赢30万票 哪来的信心啊 我们台湾外有一句小似的告诉你 叫做 碰红水鸡 台无肉 就是说青蛙嘛 他每次生气的就会鼓起来 你把他戳下去的时候 因为他只是空气没有肉啊 所以选战 华儿不死啦 所以选战要继续检验喔 我们这个礼拜啊 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彩蛋 想看看张明佑有115公斤的样子吗 来 酒鬼来 酒鬼来喔 各有曾经115公斤的张明佑 登登登登 哇 这真的是你吗 对 长得很可爱 天啊 这115公斤喔 对对 所以你现在是70 所以你一共减了45公斤 没错 哇 这个是惊喜彩蛋 判若两人的张明佑 下一个礼拜 我们再来请张明佑告诉我们 他们到底是如何减肥的 好 请锁定下个礼拜的明明有礼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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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